黑脸皮鹿是冰威鸟类 而且是东亚特有的品种 据我们所知 它们在中国、俄罗斯、韩国、朝鲜、日本、越南等多个地方渡东 在中国东南部沿海地区 包括香港、上海、福建、海南岛和台湾 每年都有黑脸皮鹿渡东的记录 它们渡东的其他地方包括菲律宾及泰国 目前全球已知的黑脸皮鹿数量为2000多只 根据近年的统计数字 我们知道中国大陆沿岸大约有250只 香港和深圳的内后海湾地区约有350只 而台湾则有1100只左右 有否黑脸皮鹿出现 可视为海岸生进制素的指标 黑脸皮鹿属于大型水鸟 它们的眼睛有深红色的红膜 黑色的鸟嘴撞似琵琶 额头、脸部、眼睛周围 以至喉部均成黑色 正好说明黑脸皮鹿这个名字的由来 黑脸皮鹿通常栖息于内陆水体 鱼塘、河口、芦苇沼泽、水稻田、鸡围 沿海岛屿及海滨沼泽地等湿地环境 在冬天 黑脸皮鹿全身的羽毛成雪白色 雄性和雌性的外表很相似 每年二月初 成年黑脸皮鹿的后枕部位 会长出很长的橙黄色灌鱼 颈下和前胸还有一个橙黄色颈圈 而眼睛下面的皮肤也会出现黄色的斑 这标志着黑脸皮鹿的繁殖季节即将开始 三到四月期间 气温逐渐回升 成年的黑脸皮鹿会比幼鸟较早离开月东的地方 沿着海岸或跨过海洋振翅北上 至四月中他们会回到繁殖地点 这里是辽宁省里长山列岛东北部一个无人的小岛 三个已知的黑脸皮鹿繁殖地 就是包括这个偏远的小岛 韩国和朝鲜之间的西面岛屿 及俄罗斯远东海参威以东的海岸 我们特别追踪这一群由杜东地 北飞到这里繁殖的黑脸皮鹿 见证新一代代生及成长的过程 在这个小岛上 黑脸皮鹿与其他雀鸟共处 当中有黑尾鸥和黄嘴白鹿 小岛四周都是陡峭的岩壁 并有许多暗礁 黑脸皮鹿于四月中旬到达繁殖地后 会先选指搭建星巢 不过有时候也会修补黄嘴白鹿 或黑尾鸥的气巢进行繁殖 它们会选择在近岸的悬崖高处 或灵水的高树筑巢 黑脸皮鹿很努力地收集枯枝 一枝又一枝地 慢慢搭建成一个盘撞的巢 鸟巢的外围由较粗的树枝组成 内垫较细小的树枝 这种设计可以把巢固定在岩石上 但是岛上粗大的树枝不多 所以黑脸皮鹿需要与黑尾鸥 或其他鹿鸟争夺筑巢的材料及位置 大约在四月底至五月初 鸟巢筑好后 黑脸皮鹿随即预备繁殖 雄性的黑脸皮鹿会主动以嘴巴 梳理雌鸟头 颈和胸部的羽毛 这只雌鸟似乎已接受对方了 雄性黑脸皮鹿很快就跳到雌鸟的背上 咬着对方的嘴巴开始进行交配 这个动作会维持一段短时间 交配过程总算顺利完成 雌性黑脸皮鹿受孕后 约一至两个星期内就可以把蛋生下来 每窝蛋约有两到四只 皮鹿的蛋是白色的 比鸡蛋稍大 壳上有稀疏的茶色小斑点 和皮鹿父母的排泄物 研究显示 这些特征有助父母辨别自己所生的鸟蛋 黑脸皮鹿产下第一只蛋后就开始敷蛋 敷蛋时黑脸皮鹿会把两脚跨于蛋窝两侧 然后轻坐蛋上 每隔一段时间它会站起来 并改变坐蛋的位置 让鸟蛋平均受暖 为确保雏鸟顺利孵出 熊鸟和雌鸟会轮流孵蛋 一般每两到三小时交替一次 炎热天气下 为降低鸟蛋的温度 黑脸皮鹿会不时站立或蹲跨到鸟蛋上方 有时更会张开翅膀 这样一来可为鸟蛋遮挡阳光 二来可使鸟巢疏气通风保持温度稳定 有时它们更会以嘴巴转动鸟蛋 防止胚胎与蛋壳膜黏在一起 妨碍孵化 这种细致的孵蛋工作 可说是黑脸皮鹿的天局 七月初 雏鸟破壳而出 新生的雏鸟全身庇佑淡灰色的荣语 嘴巴则成淡粉红色 由雏鸟出生起 黑脸皮鹿父母便给它们喂食 成鸟把食物带回巢后 会张开嘴巴 让雏鸟把嘴伸入它们的嘴 进食经过半消化的食物 由于岛的四周 未必是理想的觅食地点 黑脸皮鹿有时会飞到较远的河口 泥滩水稻田等地密食 一次往返要好几个小时 除了喂养雏鸟 黑脸皮鹿父母更要保护它们 和肩负其保温和清洁等工作 雏鸟的生长速度很快 在孵化后二十多天 体型已长大数倍 而绒毛变得越来越长 面部也逐渐变黑 幼鸟在出生后五星期已懂得走路 踏入八月份 雏鸟已长成幼鸟 小黑脸皮鹿还得靠父母喂食 但这时 成鸟已不像从前那样关注幼鸟了 在一般情况下 成鸟非返朝中给幼鸟喂食后 不会再如以往般守在朝中 而会在离朝不远的岩石或树枝上休息 此时小黑脸皮鹿会在鸟朝内外走来走去 不时张开稚嫩的翅膀拍打几下 幼鸟能否安全成长并不是必然的 因为四方八面都有敌人随时攻击 例如黑尾鸥会对幼鸟虎视眈眈 这正好考验成鸟保护家庭的能力 在成鸟的带领下 小黑脸皮鹿开始练习飞行 到了九月 小黑脸皮鹿的体型已经跟父母差不多了 可以和父母一起展开迁徙旅程 前往渡东地点 展开属于他们的新生活 由于发展经济和工业 很多沿海湿地被开发 部分越冬地受到破坏 甚至消失 一些越冬地被过度开发而受污染 以及鱼塘改变用途 也令历史地点减少 要让黑脸皮鹿在渡东地 享有洁净而安全的环境 丰富的食物及合适的栖身之所 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香港湿地公园 为黑脸皮鹿提供了一个 既安全又合适的渡东环境 自2003年开始进行统计以来 香港湿地公园 每年均录得黑脸皮鹿前来渡东 而且数量一直在上升 公园会定期统计黑脸皮鹿的数量 并透过控制水位与进行水质监测 让它们有合适的栖息环境 要保护黑脸皮鹿这宾微物种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大家都希望它们的数量不断增加 永远与我们共同生活在 在这个地球上